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带野火的伤后 一定要带秦朗哥哥去南疆看看 到时候 就由烟火来照顾你 好 放心吧 没事的 休息一下 我没啦 翼哥 在路上 凌云 到时候 我跟着火 的 你楼摆放坊 我已经要带你 回禀教主 派去截杀世子者 无疑生还 白帝的徒儿 倒是有些本事 洛阳城内 现在是何情况 回教主 清雪楼的势力 虽不如当年 但此次萧逸晴回洛阳 带的是自己的人马 正打算重新整顿廷雪楼 此外 他对世子一行尤为上心 加上世子那边 有沉沙谷弟子相互 对我们的行动极为不利 属下觉得 接下来我们的行动 务必缺密 切不可有半点差错 放心 一切都在我拜月教的 掌控之中 此次 我定要他们 一个个付出代价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身为拜月教左护法 可知职责为何 顾光 誓死拥护拜月教 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本教主 兼任大祭司之职 不知 以左护法之鉴 教中 可有更适合的人选 教主 一心为拜月教 实乃不适之功 无人可及 教主身兼大祭司一职 实乃当之无愧 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关于镇南王世子的行踪 已有数日没有得到消息 其中缘由务必延查 请教主放心 顾光这就去查 定不负教主所望 此次来洛阳 要算的账 还真是不少 父亲 叶强 这是暗阁中的钥匙 记住 这暗阁中的书籍 不到万不得已 切不可取用 这暗阁里边放着的 就是当年 娘从拜月角带回的秘籍吧 当年我与你母亲 相识相爱之后 我带着她逃离了拜月角 从此 便一路被追杀 想必你还记得年少时的那段 颠沛流离的日子吧 爹爹真厉害 将来我也要学功夫 我像爹爹一样保护娘亲 好啊 那爹爹就教你武功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看来以后 行侠仗义扶若即贫的事 就要靠你们父子俩了 来 娘 我心侠仗义 岂能守得了夫人 我将来啊 一定要建立一个江湖组织 召集正义人士 铲除奸命 维护江湖的正义 或许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与拜月教抗衡啊 若不是拜月教一路追杀 你的英雄壮志 也不会止步于此 我的英雄壮志 也正因为你在我身旁 我才能放手一搏啊 好 夫人 你说这个江湖组织 我把它取名为 清雪楼 怎么样 益勤 没事的 娘 你别担心 华莲他们在周围埋伏 我就怕我就取药的时候 他会围攻你和益勤 孩儿当然记得 还要宁愿颠沛流离 也希望一家团聚 只是 娘最终还是为了我 雪文 试水 多年被追杀的生活 以抹去生活该有的平静 唯一的办法 唯有我会拜月教平息这一切 一情托付于你 珍重 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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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亲虽说是华莲的师妹 拜月教的真心女史 但华莲对她 却比对旁人更加狠了 十几年前 我为了你母亲创立了这个听雪楼 我本以为我的能力足够强大 可联合了雪墨 白地 雪谷之后 仍然不能闯入拜月教的月宫 而今 你娘却已经 雪文 福音 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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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楼主 靳姑娘 听闻你在神兵阁 不愿被人打扰 所以我就在此等候 莫大夫交代了 这个药要按时服用 靳姑娘 我的病非一朝一夕之事 有难处才即可 大可不必劳烦靳姑娘 当年 我坚持为我爹娘守夜 少楼主也不必陪同在旁 何必 抱着让自己犯病之险留下呢 你说得不错 我们不过是一面之缘 确实无所相关 今日你旧疾复发 我上庭雪楼照看 也不过是为了还你当年 忍病陪着我 为我爹娘守夜之情 多谢靳姑娘 你的手竟如此冰凉 男楚都说了 与我相处多年 她的耐寒之力 都异于常人 我自己倒不觉得 可能一直如此 也就习惯了吧 谢谢 谢谢 实在太感谢了 又送那么多东西 大娘请回吧 那你慢走啊 青雪楼 真是阴魂不散 你那匹叫老黑的吗 赎回来了吗 没想到听雪楼 对江湖纷争不闻不问 却来打听这些无聊的事情 我只恨当日没有亲手杀了萧衣浅 今日落在你手中 我亦不会屈服 动手吧 出来 不用找了 就我一人 看来那匹马死了 那日之后 你听闻天理会 成奸除恶 劫富济贫 所以就加入了天理会 你还找到机会 带领天理会的弟子 去钱家贵房报了仇 可是如此 是又如何 那晚 钱家十七口难定 无一身还 但是你却放过了 钱家老若病如一行 你虽然报了仇 解了恨 却无法放任钱家 遗孀不顾吧 此番前来 便是给他们送银两的吧 你的内心 究竟是杀戮 还是仁慈 不停的杀戮 本就是为了 往后再无杀戮 我的那匹老马 被钱家大少也活活打死 他何措之有 钱家三代难定 无不以高利的资金交易 坑海蒙骗城中百姓 在洛阳城中 也是势强凌弱 欺压无辜 此若不出 只会导致更多的百姓遭殃 我只不过是杀该杀之人 替天行道 但是 他们的家属是无辜的 昔日你身陷困境 只能眼睁睁看着老马 被鞭打而死 可是谁又不曾经历过 这样的困境呢 在你孤独无助时 却等不来任何援助之手 你的痛苦和难过 我能明白 自古正邪不两立 你既然选择了听雪楼 便注定要与我为敌 动手吧 你走吧 今日就当我们没有见过 行善除恶 从来不需要声势口号 也无需他人知晓 总有一日 你会明白 何为真正的正义 你为真正的正义 我为真正avoir因此 第一次 到沉沙谷了 这就是沉沙谷 还请世子跟夜虎姑娘 蒙上双眼 沉沙谷历代以来的规矩 非谷那弟子不得入谷 即便是受邀而来 也必须以杀精猛眼 方可如内 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何这么做 我为何要这么做 楼主 难道你不清楚吗 这些年来 我听雪楼 付出了这么多 可我最后 得到了什么 你为听雪楼所做的一切 我并非不记在心上 假若你要另立门户 或者是背叛亭雪楼 我都可以原谅 但是 你勾结拜月教 以匡扶正义为名 无恶不做 我绝不姑息 原来你早已都知道了 很好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麦前城跟萧氏水一样 能够成为 天下人静养的英雄豪杰 不需要 不需要 美女爱人 不需要 和她 看不需要 为何小杜人 不需要 无恶不理 毕童 不需要 有事 把谕解 虞 苦 不需要 以为 和他 押了 不需要 不需要 去 现在 全 Light 小杜人 还不需要 丑要 你 谁 霍主 已经担拔好了 我这就带你出去 你们在这里等我 千万不要随意乱动 也不要碰身边的东西 快点 好了 我们走吧 小心台阶 来 右边 既然知道天理会的总部在哪 为什么不直接动手 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攻其不备 依少楼主之言 你是已经有了对策吗 对策是有 良机未到 你暂且按兵不动 还不顾病情来这儿 说明天理会的背后 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吧 仅凭麦千成一人之力 天理会何以在短短几年内 就能与听雪楼正面抗衡 他的背后 一定有势力暗中扶持 你是想借力打令 其实我们已经查到 天理会的背后之主 正是白月教 不论麦千成烦与不凡 听雪楼都毁灭了天理会 只不过麦千成的判处 给了听雪楼一个 合理的理由罢了 少楼主 怎么把听雪楼的隐秘 都悉数告诉我呢 难道肖某不应该相信静姑娘吗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唯有如此 才能让天理会背后之人起疑 只是 要静姑娘陪着在下冒险 肖某实属不改 我爹娘 也是因半月教而死 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 对了 出门前莫大夫再三叮嘱过 少楼主万万不能再用内力了 否则即便月魂在身 也难保绝阴之症不会发作 不过是一个暗杀 阿静代劳就是了 不必了 若是静姑娘有什么闪失 若有闪失 我自行承担 你就全当让我练手吧 静姑娘 果然是放着个暗哨 看来麦千成说得没错 嗚热 走 师父 世子体内的蛊毒 可有办法医治 世子所中之蛊毒 极为罕见 确实棘手 不过 看世子身上 所中之毒 倒不像是华莲所为 是 我之前已经命清语 假扮世子引开敌人 可还是被拜月交给找到了 就算不是华莲 也是华莲手下的人 对了 师父 师弟假扮世子的事情 已经完成了 需不需要让他回谷 就让清语 在洛阳城内多游历几日 与扫墓的清明一起归谷 这拜月交 会对镇南王世子下手 那就说明 他们早已知道 洛阳城世子有假 世子这般模样 镇南王府定然不知情 倘若再找不出救治的法子 这件事再也隐瞒不下去了 夜火冒昧前来 见过百老前辈 夜火有一法 可除世子体内之骨 是何方法 此法还需百老前辈 以内力牵引方可成效 若能将世子体内的骨毒 转到我身上 那世子的身体便会好转 不行 这无疑是一命换一命 而且如果这样的话 师父您的内力 亦会严重损耗 我不同意 百老前辈应当清楚 这是救世子的唯一方法 那人逃走之后 定会立即向华联汇报此事 华联一手指掌 拜月教多年 即便表面不露声色 也定会不留后患 此次麦千成父辈受敌 会生不如死 你如此确定 麦千成逃出听雪楼后 会回到天理会总部 莫非 听雪楼给他设了圈套 他会主动上钩 他现在急于求成 一心想成为武林之罪 定会在第一时间 赶回天理会主持大局 只不过 他没想到的是 他会面对一个 逼死更残酷的结局 百老前辈做的是对的 江湖的厮杀 永远不会休止 只有放下心中的仇恨 才能远离江湖的 这些恩恩怨怨 要好好活下去 不要替天娘报仇 爹 这血微剑 为时先替你保管 望你日后无忧无灾 从此便再无血微剑 重现江湖之日 若有朝一日 同样的世亲之仇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也可以大而远之吗 我是听雪楼的少楼主 注定神陷江湖 永远无法逃脱 厮杀的命运 我只有孤独 且坚强地走下去 我听说 吸引刀一旦有了主人 就会有信心相惜的感应 今日一见 果然不凡 这样应该也不算孤独了吧 不错 他会护我 也会护我相护之人 不错 小台 这葡萄看着挺甜啊 有点渴 肩膀怎么这么酸呢 就这儿啊 就这儿 狮子 是 行了 别吹了 吹个背都不会 下去 是 师妹 出了吧 早就知道你下山祭拜 是大师兄告诉你 我在这儿了吧 师兄 我收到大师兄的飞鸽传书了 说八月教 可能对沉沙谷有所动作 所以 你陆阳的事办完的话 一块回去吧 其实我也收到了 只不过 我怕这南府内外会起疑心 我准备多留两日 多留两日啊 我看你当了这世子之后啊 进到这谢府 大门都不出一步 这谢府上的人 口风再紧一点 谁能知道 师妹 你尝尝 这点心特别好吃 比沉沙谷都好吃多了 我给你跟师兄藏了好多啊 尝尝 好吃吧 我看这谢府锦衣一食的 你都快把沉沙谷给忘了吧 师妹 瞧你说的 我是那种人吗 对了师兄 我想请你帮听雪楼攻打拜月教 那对沉沙谷也是好事啊 我考虑考虑 师兄 如果听雪楼打败了拜月教 那对沉沙谷也是好事啊 行了 我答应你了 嗯 这几日啊 在屋里给我闷坏了 出去走走 不行 是小台鲁莽了 若世子没有紧要之事 还请世子留在谢府为好 没关系 小台姑娘不想去的话 我绝不抢人所难 这样 你留下来 我自己去 不行 那个 世子不能单独一个人行动 而且 您看啊 像您身份这么高贵 要是起于集市当中 那不是有损您的地位和身份啊 有点道理啊 对吧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发生什么了 启禀世子爷 我们所备的鹤里当中 少了一条金项链 那还愣着干嘛找去啊 是 我这就去扯 难道 是有地方之人 混入了谢府 是你 你 怎么偷东西啊 这怎么叫偷呢 这小贱 小台姑娘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有道理 贸然行动确实不好 要不然 廷久楼派我来 是来保护您的安全 至于其他要求 小台叔难存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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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贼了 你 别瞎说 我 羊肉汤 好喝的羊肉汤 这一路以来啊 想谋害本世子的 那是不计其数了 谁知道汤里有没有下毒啊 既然你来保护我 那你就得以身试毒 听雪楼 难道如此不负责任吗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喝 你给我说 你到底是谁 我告诉你啊 从小到大 你没有人敢这么骗我 从小到大 没人敢这么欺负我 你还骗我 一次又一次 听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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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什么呀 我今天被打得你满地找牙 我是白帝门下弟子清语 我也是来保护世子的 白老前辈 怕了吧 我怕 特别怕 我今天啊 就非要替白老前辈 好好教训你这个大徒弟 别跟我跑 你怎么跟婆父一样 谁是婆父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跟我来啊 站住 还是我婆父 给我站住 站住 实际会儿 多加江天 ему事 哎呀 前看跟针 占 里 坤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沙谷的机关不过如此 若不是竹林之战时 用了月银粉末 只怕我们根本 传不过这冲冲迷赵 到达此处 随我来 是 上 来 我扶你 走 这石顿摆的真稳 还凿了凹痕呢 小师妹入股那年才八岁 过着湍急溪水 原本就勉强 她性子那么倔 又不肯让我帮忙 所以啊 我就凿了这石顿 清安哥哥 对这里小师妹真好 同门师兄妹嘛 相互帮助 原本就是应该的 小心 谢谢 对了 清安哥哥 你除了神沙谷之外 还住过其他地方吗 没有 我从小就住在 陈沙谷和师父一起 可能是因为 我爹娘也是死于江湖纷争 所以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能理解小师妹那种 失去知心的痛 好了 不说这些 我们去别墅转转 走 又是小师妹 又是小师妹 陈沙谷之奇门遁甲之术 果然非同一般 难怪我教这么多年 一直未能潜入 前卡更阵 训黎昆队 你这九宫八卦阵 就是不知当初设计阵法 对应为何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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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岚哥哥 我看你每天都在 钓这个木头 你是想要做护身符吗 是啊 小师妹的性格 实在不适合行走江湖 她性格那么倔 又不会表达 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次因为谢家小姐一事 居然去了听血楼 我只怕 这些日子的江湖厮杀 会乱了她这些年 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 秦岚哥哥 你是希望她一世平安 对吗 有个人 是为了 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 有一个人 许ort